让我们就先从您的少年时代开始 回到那个时候 1952年出生 然后最初几年是在上海度过的 还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没觉得有过宝的时候 这种记忆还后来一直跟随你吗 跟着 所以我们太好 吃什么都太满足 最初的比如说十岁左右 八九岁那种阅读的记忆和趣味 是什么呢 对跟饥饿一样了 就是没什么批判眼光 就是爱读书 这完全或者大多数就是天性 就是爱阅读 我们家对孩子没什么要求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中国那种记忆 孩子爱读书他觉得是好事 你觉得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他们两个各自对你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正常家庭 在当时也算中上等的家庭 但是你说是干部呢 又是知识分子干部 所以父亲是那种 就是千千君子那种的 就是换句话说就特别道德的 就是那种 举个例子吧 当时我们家有很多在海外的亲戚 到了困难时期的时候 海外那些资本主义宣传就把中国宣传的非常苦难 他们就还是可怜 还是可怜国内的小弟弟就寄东西回来 我爸就是一个道德君子 他就是什么按原则做事的 那时候我想我也就是十岁吧 我哥哥十二岁十三四岁 大概这么大 那我爸爸就会召开这个家庭会议啊 来讨论 那我爸的proposal呢 就是退回去 但我妈的意见就是要接下来 因为我们饿得要命 是吧 那个而且小孩营养不良 是吧 就要接下来 然后所以就我们三个 我们兄弟三个就需要表态 后来我们商量完就一致都支持我爸 这么有觉悟 对 你们饿成那样的小孩 对 就是还没饿成那样 看来还不够饿 反正言之 就是支持我爸 然后记得清楚 我跟我那个家民哥哥 然后去游戏去退那个东西 不让那个资本主义嘲笑我们 就是大概 我的意思说 你看就是我爸跟我妈就是这样子的 我爸就是一个道德君子 他就是什么按原则做事的 我妈就是就跟一般的妈妈似的 他就是按感性做事 饿了 反正我至少 小时候就特别佩服我爸爸 就觉得道德的ground 占特别高那种的 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的 那相当相当晚了 可能得到二十好几了 逐渐觉得这道德也不是那么的唯一的东西 我觉得听音乐 能高兴 能任性 这也挺重要的 那你回到1966年 外部世界发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对一个十二三岁的一个小孩子来讲 那种剧烈的变化到底是什么眼花燎热的兴奋呢 恐惧呢 还是什么样的 恐惧没有 兴奋 天天早上起了那个七点钟开始就大喇叭开始广播 然后那个收音机开始广播 全都是那种战斗的调子 世界一下就好像从一个常规的世界突然就被一个翻天覆地的这么一个agitation 就是我个人的心理记忆力等等是一个转折点 不是夸张 就是我能够day by day的告诉你 就是6月1号干嘛了 6月2号干嘛 6月3号 就是大致不断的能数出个三四个月四五个月 就是那记忆就能 就一百多一百多天的记忆 我懵懵懂懂的 但是那变化在迅速发生 你现在回忆起那种青春时候的那种 挺狂暴的一种生活经验 什么样的感觉 乾坤颠倒的这样一种历史时代 就这么一种东西呢 谁都不懂 中年人 就成年人呢 他是真不懂 这年轻人呢 他虽然不懂 但是呢 因为他就在其中 所以当时六七年 六八年的时候 家长都在问儿女 就我的高音啊 孩子也不懂 但孩子以为自己懂 而成年人也真不懂 就成年人有以前的那个包袱 年轻人没有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成年人就不显得比年轻人 更聪明 他很难管教你 在那个意义上他很难管教你 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和什么 并不并不比你多太多 他有过去的经验 但这些经验都没用 然后这是一种 莫容颜 意外的一种自由感 一年说起来 当然是 当然是了 到六八年去内蒙古插队吗 您当时带过去的是什么书 插队的时候带过去的 我带的书 比如说李太白全集 杜工部全集 自自从建 金金顿和 安娜卡里尼娜 但就是没什么哲学书 因为我插队刚去的时候 没有哲学爱好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有哲学爱好呢 我们的路子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毛泽东 列宁 马克思 黑格尔 一开始也不知道这叫哲学 那种理论式的 就大的 就管大事的那个东西 这段时间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一个青年人的绝望 对自己的未来 对自己生活的未来 未来没有 对这个社会国家 他们应该交织在一起的吧 我想 不是交织在一起的 不是 对 对这国家 我天生好学 而且心怀大志 巴尔扎克说 凡有为的青年 二三十岁都用过一番苦功 在当时 读书的热情 是和保护 结合在一起的 天下道错 必有翻天覆地之日 我们在地头 歇气的时候 捧读大普通的著作 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 争的天昏地暗 人们 特别是青年人 总会发明许多快乐 包括思辨的快乐 哲学在那个时代 等于说 它是你的一个避难所 某种意义上 我不觉得是 我不觉得是 这种希望可能是 有点虚妄 甚至相当的虚妄 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真实的东西 初读康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关心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 然后觉得康德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有个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就讲 一方面世界是被决定的 一方面人是有自由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 就有一种极大的解放感 人是自由的 我们可以自由的创造一个新世界 理性的光芒逐渐的 先照亮你的生活 然后照亮你周边的生活 唤醒那些沉睡的人 最后就是理性的光芒 会普照一切的 那真是一个 就当时那个少年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解脱 那种感觉 就71年这个林彪一摔死之后 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72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门面了 就开始卖鞋的是 他可以写上鞋 或者吃食的 他不会再弄成红颜色的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 从当时的社会说 你简直就是向正常社会回复 然后书店开门了 所以72年的春天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或者对我们的小圈的人来说 就是一次春天 就是一个 正好在读康德 正好理性的光芒 还没有光芒 理性的烛光 开始闪亮 然后这世界也好像开始回暖 然后就什么都特别好 就是一个起步的那个样子 开始换一种方式来看待世界 可能看得还是非常不真切 朦朦朦朦 刚刚有视力 所以看什么都是 可能都是在那个意义上 都是虚幻的 但我觉得这种视力不是虚幻的 对我们可以have a smoke break了吗 可以 陈家印在一个选择非常稀缺的年代 却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自由 而在我们此刻 我们该怎样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活 欢迎海德格尔还有一个讲究技术时代 就是我们的技术时代 其实在不断地深入 深化 我们这边生长要不朋友圈要不这么一个语言的世界 因为它是一个语言高度匮乏的一个体系 这种高度的语言匮乏实际上就是思想高度匮乏的一个证据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想法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精神世界的构成是跟平民化有特别大的关系 以前的老百姓也喜欢这些八卦 但是没人在意老百姓喜欢什么 那现在是一个平民社会 媒体的存活在很大程度上 或者在基本层面上 它就是要受众的数量 本来也不是说老百姓变了 是他们的权力变了 就是他们的精神诉求 就本来就是这么样一个诉求 如果以前我们不在意 现在在意 就很好奇一个哲学家 在我们现在这么反制的一个社会情绪下面 做一个爱智慧的人是什么感觉 你一定是很孤立的 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想自己的 干自己的 不怎么在意 不怎么在意别人怎么想 而且哲学这个词 我是高度的觉得是误导的 在西方哲学界 这是一句到处写着的话 哲学是希腊的 这句话呢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但是可能大家就这么以为 就这么一说 希腊思想从根本上来说 没进入中国 就是 希腊人的那些精英分子呢 他的一个基本追求呢 是阿雷德这个词 就是这个卓越 他想象的那个生存呢 是那种卓越 就是简单的说就有点像太阳 由于你的生存呢 哪块世界就被照亮了 对于卓越的追求呢 是我们现代人 我不是说缺乏 我相信你我身上肯定有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追求或者冲动呢 是跟另外的一种冲动有强烈的这个张力 这种张力呢 来自我们心中的这种平民化的这种要求 比较极端的立大高庚的那个 40岁开始突然想画画 然后老婆孩子都不管 然后跑到巴黎去 然后认识一个女孩 这女孩对他就崇拜 他呢 你说的难听点 他利用这女孩当模特 等到他不需要这女孩 他就完全的 那女孩就是伤心而死什么之类的 他就去 他该干什么干什么 所经之处 他的生活造成了一连段的小灾难 如果你从卓越的角度讲 他叫卓越 他的结果就证明了他的卓越 从他的人生来说 他就带了一系列的身边的这个灾难 这是高庚 如果你不是高庚呢 那当然我们就是绝对否定你 所以在我们追求卓越的时候呢 我们受的限制是非常根本的 我其实是对 这么理解 哲学训练和现代生活 一间的关系 我想象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 我们的那个 精神生活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和 范式吧 简单的说 比如说我们用宗教的方式 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 或者用艺术 或者你要是有哲学兴趣的人 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明乎道理来 来参与精神生活吧 明乎道理呢 你是到处都见到的 就报纸 杂志 聊天 看完一个电影之后 互相争论 哲学这词 我觉得就界定为穷理 一般人讲道理就讲到这儿或者讲不下去了 就觉得哎呀那这没什么可讲的了 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那哲学家呢就是属于山穷水腹一无路 那个在别人觉得这个已经道理到头的地方 他还觉得有道理 他就不断地就是往 往这个后面 还在追寻道理 那么一种想法呢就是 哲学家一直追求到那种根本道理或者道 至少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根本的角度吧 在山穷水腹处 在道理的尽头 继续追寻 这是哲学家本质的行为方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 哲学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会达到哪个层面 我还是想回到他的个人经历 试图去理解这种追求 对哲学家陈家印本身的生活 产生了哪些的改变 是不是有点太那个 怎么说 为什么我说我面对您发怵呢 因为我的思维方式是这种有点太 我不精确嘛 我的思维方式不是那种精确的方式 对 我的也不精确 知识和思考似乎把我们带向真理 同时为了追寻真理 我们远离了人群 但高远时代的伟大思想 赋予我们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几乎是在享受这种 充满自信的光荣孤立 七七年上北大了 进北大是什么感觉 进入这么一个校园 那时候您卓越的欲望不强烈吗 挺强烈的 那时候强烈 怎么卓越的 养成一身本事 我记得我跟佳药是那样读书的 那时候都夜里读书最主要 然后就是两边两张单人床 中间一张大的书桌 然后她在她的单人床 坐在她的单人床上 读她的书 我坐在我单人床上 就面对面的读书 然后规定好了 一个小时不能说话 因为一读就可能很激动 就说那个 大人规定好了 然后就各都 我记得我们读康德的时候 我在读纯粹理性批判 她在读实践理性批判 我从回北京之后就没多久 就开始恢复高考 我是76年回来的 77年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夏天就开始传出信了 就说要恢复高考 就开始读功课了 那之前你不是学了几种外语吗 德语 俄语 英语 对 大概是这样 我都很难想 在那个时候就靠字典 来学这个语言是什么感觉 啥感觉 就不怎么样的感觉 就是理性学习法 就是学不了特别好 但是能学以致用 就是学以致用很简单 就是能读书 当时是这么想的 自己在那个时候 人都有 像沙尔比亚说的似的 Every dog has his day 就每个人都有他 在他的一生中 相比比较高位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 可能就在那时候 是最优秀的 就是跟 就是到哪都显得是 比人高明一点 那你说北大清华 这算囊中探物吧 大概属于这种 这个还是次要的 但是就是说 说起政治 说起什么 就是我们的先知先觉 都不得了 那都是我们影响别人 没有别人影响我们的 人还在谈什么 编政法 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那时候好像都已经 对着世界了解的不得了 对这个政治的 总而言之 就显得比别人明了很多 客观上就这样 我觉得 但主观上就是 吞牛哄哄 然后在八十年代 存在主义在中国是个巨大的热潮 你看哲学书卖成十万册 都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这么强烈的拥抱这个东西 存在主义给了这些年轻人什么东西 就是对固定的东西的那种消解 对于个人的强调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爱好 等等这些 初读海德哥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一种感受 感觉当然非常震撼 就是跟潦草一读不一样 植入那些哲学问题的最深处 自己脑子里的西方哲学 主要还是传统的西方哲学 觉得他的那种批判力 瓦解力 非常震撼 比如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用存在这个词 到底海德哥尔存在是什么意思 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什么真正的事 什么是真的 这就同一句话 就是这么样的 83年去美国 去宾州读书 这段其实您讲的不多的 我们基本没看到过 这是个也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当时到30来岁就出国前后的时候 我高度怀疑是不是要做一个哲学家 或做一个任何家 那时候 那时候挺想做一个 想做水手来着 为什么是水手呢 旅行 自由 对 自由旅行 那是某种心灰意冷吗 没有那种心灰意冷 但是有那种 你一说 就是呢 有那种 自以为了不起的那种感觉的虚妄感 这时候已经看清楚了 进入北大的时候 自搅着比别人强 那种强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没有了 或者说很淡 觉得世界大 觉得有才能的人多 我们比别人强的那种感觉 看着那强一大块 其实就强很少一点 这是因为大家都不学 我们早学了一步 一下就从零到一 那就是一个节点 到那后来就 谁比谁强 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 the point 就说你干了点啥 是吧 比如回到93年 回到北京 那时候整个的气氛 跟八十年代 已经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了 回到 对 是什么样的一种 当时我有一次 我坐在铁路 就是列车里面 就是刚回国没多久 然后那时候的火车 还都有广播 然后那广播 就讲了一个事 这种事你们都听了很多 就是两个人比有钱 拿着100块钱的票 往火炉里扔 我当时回北京 都是先富起来 就是这简直就是夸张 每说一夜之间 人文学者的地位 一落千丈 好的人文学者 不是跑了 下海了 就留在学校的 也不被重视了 反正专言之吧 就是一时 就是凄凉之物 便被适临 是吧 国家在变革嘛 那您个人呢 对是我个人呢 已经很多年了 就还是想做哲学 中国那么大 不会是所有的人 就都不爱人文了 就是说年轻人还会爱人文 但就是少一点 慢一点 三十多年前 要做哲学 要做这个观念研究 是认为观念 可以深刻地改变世界 那时候你内心的感受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是吗 对是不一样的 那个但相对来说呢 我是比较这样的 就是我比较现在这样 我觉得 一个没有这个文化的 这个民族 一种生活 咱们不敢说是 不值得一过的生活 但是一种比较漏的生活 你怎么 把一个18岁的少年人 可能他对想事情感兴趣 带入一条哲学之路呢 就回国前 我说 我说我回去可以当老师 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教点什么东西了 教点啥东西呢 我觉得我对西方思想 西方精神 或者叫哲学 我觉得我有点明白了 但我可能还糊涂着 这就没哲了 那是 我还在梦里呢 我不知道了 但从那以后到现在 做的同一个梦了 当然我没办法跟学生 直接说我明白什么 但至少 就是我无论讲什么 我是背后揣了一点明白 就是来讲的 回到你说 希腊的精神 就某种意义 也意思是说 埃斯库罗斯也好 苏格拉底也好 埃斯多芬也好 并不是 是希腊长大的原因 没有什么关系 我曾经跟一个领导 陈老师 你说说 哲学能够为咱们国家 做点什么 我来支持你们 我说的 我不知道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为雅典做过什么 我说如果做过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还知道 有雅典 我说我的问题 一般是反过来问 我说雅典能为亚里士多德 和柏拉图做点什么 嗯 那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的花朵 他为谁做 你是为他做 不是他为你做 嗯 是这样子的 好 行 然后我们猜设罪 哎 哎 我想做一点 嗯 可是 人家上菜 一定 你 坐 我 你坐 像年轻 也喝 一喝 嗯 生活 生活出处有哲学 哈哈哈 嗯 嗯 实际上 我这几年 嗯 还想那个 就是 不叫转行吧 就是 有点想把那个 哲学放掉了 因为做了太子那一辈子 就算这么一件事 但是就在前几天 琢磨琢磨 还有一个事想干 还是这些事 这事就真的是跟谁都没什么关系 我还是想做决定论和自由意志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 这么一说 你大致知道是个什么事 那不能申问 谁敢申问的人 我敢 简单的说 决定论的意思就是 一切都是被决定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原因 都是被原因决定的 简单说就这样 但这个也没什么 很多人你要是跟他说 一切都被决定了他也能接受 但是接着就有个大的问题了 那就是 人其实人所谓的自由都是幻象 你觉得你是在做决定 实际上你的决定 早已经被决定了 宿命论是说 这世界是不可改变的 我这么做和那么做 no difference 所以我宿命 决定论是说 不一定 你可以参与进去 你参与进去会改变那个进程 只不过 你的那个参与 本身已经被决定了 所以在那个意义上 它是一个更深的宿命论 我可以参与 这些人也没有人 我可以参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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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我的困惑表达出来 就挺好的 真的是困惑 我觉得这一劲儿充满困惑的 然后明天 还有几十个小时 你打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要更放松吧 就是陪伴嘛 就再去晃荡嘛 就再去晃荡嘛